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做这支又是观众推荐的一个干笔 也是我没做过评测的一个品牌 一人八七八 当时来的时候有一个他夹了在一个英雄纸盒里面 然后就直接寄过来,超级大盒的 然后就包装上吧,你懂的,就很随意 也可以,反正我最后也是拿去回收 倒是这个的话好像有点 我试一下试,还行 这个等会再处理一下吧 好像有点不是很好处理 这个,那就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笔的尺寸 那笔的话还是一样的 那个,万宝龙,白丽金 然后呢,最近把这一只给上墨了 对,七十八句被我打入冷宫了 所以呢,就,后来想一想吧 还是用,放几只我用的比较习惯吧 这两,这一只其实用的很少 这,其实把这只换成海韵 其实就是我很日用的笔了 艾成主要还是千只为主 好,那首先看一下这只笔吧 这只笔的话,初期上跟M800是差不多 但是笔尾的部分也没有M800这么的长 然后看一下,是拔的吗 哎,果然是 哎,哦 哦,为什么是一个小的尖 哎呀,这M400的比尖 对,那基本上跟M400是 哇,比这个尖好小哦 比M400的还要再小一点 那这个呢,这个 对,好小的一个笔尖啊 应该跟我的启蒙笔吧 无印良品的话就差不多一个大小 就是Smith的那个小尖大小了 基本上是 那用起来的时候应该会有点奇怪 个人这么觉得 好,那一个 这个好了以后 哇,这有点紧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重量先 那这个是没有拔帽的 我去,52.4 好重的笔啊 这,这应该笔帽超级重吧 哇,果然是 一个笔帽都不少比重了 好,那再下来也是偏重的 比一般的要重个1.5倍左右 34.3 好,再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 长度 可以 长度上的话 啊,125左右的一个长度 总长呢是 140 140左右的一个长度 比握的话 我拿这里 那就量这里好了 OK 嗯 嗯 10.7 10.7 10.7左右 那怎么讲呢 就是比我平常握得起 它的笔握的话 算中间大的笔握 笔的话应该也属于中间偏大的一个笔杆 然后再配一个最小的尖 嗯 有点奇怪的一个配搭 笔夹的话弹性还是OK的 不会太硬 然后整支笔的一个我忘记有什么颜色 但是随便淘宝一点 然后就买了 呃 这支笔的话整最大一个特色的话 应该出 除了笔尖以外 应该就是它的这个亮黑色的一个 嗯 这种叫什么工艺啊 杜落吗 杜落工艺吗 还是整支笔应该是金属感的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什么可以去质疑的 呃 笔的话笔顶上面有一个尖尖的 那但是看到这个抛光有点差强能力啊 就是看这个面它渐变的不是特别好啊 呃 我手上刚好也没有一些亮 比较亮的笔啊 呃 我看一下问哪一支去对比一下 啊 那这里去对比吧 那你们看一下百利金的上面那个金属钉 再看一下我右边这个 有没有感觉到就是 渐变的这个线条 呃 它这个边缘太模糊了 看一下百利金的这个 看一下 你看这个 它是很直的很锐利的 这个渐变或者我手指的反光 能看到吗 那这边的我手指的一个反光 那非常虚 它就是这个就是 呃 细节上的一个差别 鼻尾也是一样 那这里尖 这里是一个小尖顶的话 这里一个圆 嗯 有点不是很协调 另外它这个笔尾怎么讲呢 这里很粗 然后这里又慢慢收 总体来讲整个笔型 个人觉得 呃 有点奇怪 因为正常的话 你即使是百利金的 或者就是有用百乐的845 有用过这些笔都会发现 比它这最最最粗的 其实是这个位置 通常是笔杆的中间 然后两边是收的 看一下你们能不能从镜头里面 看得出来 中间是粗一点的 这里两边是细的 但像写了或者很多国产笔的时候 它都是从这里这里出 然后这里吸 它直接这样子直直的过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比较好开磨了 这个雕花应该是就是这个笔杆压住 或者是说它车销出来以后吗 这机械雕上去的 这个纹的话做起来应该不会很难 就是它基本上因为这个型很简单嘛 你要找它规律的书也很好找 就是反正转头在这 然后它就一直转一直走 这样子那就重复 所以说有时候有些就是说变化比较大的文理 而且不是那种常规的 那那种才比较难做 那不过我手上刚好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笔啊 笔的话这里这三个地方的配合还可以 就笔环笔尾的这个环 但是这里的话有一个不太喜欢 的地方就是看这里应该是一个见过的 那个人还是喜欢就是这些地方 能分件一下就分件一下 看起来会比较细节一点 那比夹的话在这个地方的话 它是往内内藏的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就是里面这里藏进去 它是有点就是这里有一个口的 它不是像平常这一种的话 就不是像平常这种 就整个整个整个这里一体放上去了 藏起来那看起来又一体感会比较强 可能是想表达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但是收边来讲的话 下面这个口有点太大了 起码也得收的像这样子 就是你看这个收起来就 相对来讲就顺很多 像这里这个细节做起来就差那么一点 虽然说价格上有差了 但是 呃个人对笔杆的颜值是最看重的 笔尖的书写感受是排在最后一位的 因为反正对我个人来说的话 写的话都能写 再下来呢看一下这个重心的位置 重心的话中间偏后一点点 你看我整支笔还是往后面去挪了 我这边如果是因为那个画面嘛 它是个平面 那其实如果从我这个立体的面去看的时候 它会比你屏幕现在在斜那么一点 就在斜差不多五到十度左右的这样子一个感受 那如果我现在完全弄屏 再平一点点那 哦好像不太行了 就刚刚那位置好像有点极限了 OKOK啊 差不多在中间这个位置 然后拿起来的时候 首先这个笔握的话的出息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就是这个笔尖真的有点 嗯太小了 我拿一个 我拿一个就是不要 你看这个 这个一拿我这么一拿 然后他但是大家比我的粗细 白金的这个再粗一点了 但是这粗还有粗还有那个细一点 差别没有那么大 你看这个 怎么讲气魄 这个气势感觉就是差那么一点了 那整支笔来讲的话就是还是觉得很有特色了 那整个亮黑的一个处理 这种笔的确是比较少见的 像写乐和万宝龙好像一个是近黑吗 一个是那个什么地 那个字不会读 那反正纯黑款的笔非常的少 然后这个是金属的笔 打滑的话就是个人应该是不会觉得说很经常发就出现这个问题的打滑的话 因为我拿笔来讲或者我写笔写字的话也不是非常用力的那种 那不会说特别用力去抓的这支笔 然后再下来的话这里是悬开的 哇这支笔真的有点重这个 嗯 虽然可以讲说那这个质感很好嘛 重嘛就是总有一种质感 然后再下来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里面 那我试一下拿这个的一个 你们看一下能不能看到就是我给你们好像这个灯光补物是很够亮的 好像不太能看到 但是里面是有一个里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金属套筒在里面的有一个小小的边不知道你们能看清 那套筒的话反正就是不知道什么用这个东西就是应该一个骗照来说就好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再塞了一个套筒进去了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也能看就可能有点黑 但是也是有一个套筒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清楚 但是它是一个黑色的塑胶就是一个金属里面在套个塑料这样子 那所以整支笔的重量非常的真的非常重 说实话 好然后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笔的一个笔尖 笔尖的话 嗯 好 ok 来来来来 好 然后这个是笔上面的一个什么就是雕花 那雕花 那雕花来讲个人觉得也是ok的不是很复杂也不是很简单 那感觉它这个拿捏度把握的刚刚好 而且加上这个是细节嘛 这么看它的整个布局构成就非常的漂亮了 但如果大一点的尖的话就是用这样子一个复杂度的话感觉有点差强能异 那笔尖的话一个形体上面来讲的这个前面的尖的话个人觉得就收起来的话还是就这种反圆角收起还是挺漂亮的就这个形还是非常的怎么讲呢 呃呃优雅吧 因为每一支我拿一下不同的笔吧啊 最近上那个机尾回去的一支 你们能看到就是每一支笔那这里它偏执的你看写了这个 反圆角的这个弧度它会比较大一点 再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伊犁 伊犁的话刚刚看到的时候 嗯 看一下哦不好意思 那伊犁能不能看到它是比较的好像是啊中一个左右好像有点不是很对称呢 啊个人的强迫症就犯了 好那这一支的话前面有点斜斜的那应该也是一支写中文为主的一支笔打磨上来讲的话 呃也是ok了反正就是我个人书写要求不是很高 但是这个伊犁点的时候吧不是很直你看到这个就歪了一下 那这个觉得呃书写感受上应该是没有什么大问题了 但这个打磨方式的话也是明显就是国长笔很常见了 啊再下来其他的也差不多了就是这个伊犁点 我一个人还是喜欢比较平整的像 呃哪一支对比一下吧就平常看可能你看这个它的一个 嗯 呀不知道能看清 你看它这个好像就是不会像刚刚那个底部这样子歪了一下看这种 你看这一只这只啊还没有书写面那能看到吗它左右还是比较对称的然后再光滑一点你能感觉得到好那这个先收起来 好再下来我们先来试一下那个试写一下吧看一下这个效果是怎么样 那这个的话呃还是一样的一个墨水 哎顺便把本子给准备一下可以 这一支笔啊不知道写起来怎么样了就这个配搭怎么讲呢就是感觉这支笔的一个作品经验不是特别的一个丰富 因为像怎么讲它很追求一体了就是还是看得出来它非常想追求一体 但追求一体的时候塞个小间有可能是成本的一个原因了 但是更觉得就是说嗯大感粗感还是配个大一点的间 因为现在很多就是能看到就是新手笔上面吗特别是重新在设计的一个 oh yes终于终于没有那个终于没有那个弄到手了那正常还是比较想出那你再配个大一点的间吗这个间就显得非常的一个小气 好再下来我书写一下先吧 好书写完以后吧那还是一样就是笔尖的话嗯听一下这个声音吧横向的 然后再重压一下笔尖的弹性是有的我轻轻挤一下那首先是笔尖是有一定弹性但是这个笔的反馈反馈感的话不是特别好 它不像谈笔那种比较噁心的那种感觉而是说你写起来的时候有点刮黑板的那样子一个感觉 不知道是不是那个笔尖有点一点点错接呢不是很明显但是有一点点书写上来讲的话滑顺度来讲不是特别滑也 阻力管的话也没有就是很平常的书写很平淡的这样子一种感觉再配上一点那个刮黑板的那个效果了 然后这个一写就啊特别是肉上这一下就刚刚这样子回去就往上回的那一下就那个刮黑板的感觉就就来了那书写感受个人觉得一般般不算特别的好 因为还是喜欢就是呃怎么讲呢那极端一点的就是要么就是很硬很滑 要么就是你有点阻力感但是给我相对的一个弹性就是写中文和写英文我个人认为两种配置比较适合的一个 呃调整了就是英文的越硬越滑越好书写效率高嘛中文的有点弹性拿去展现你那个笔画 还有他那个阻力感那方便你就是说那你空笔更好这一支的话就觉得就两边好像有点有点不是很到暗这样子一个感觉 嗯整支笔的话就是看你喜不喜欢这个亮黑色的一个呃设计和这个处理吧应该不能叫设计因为笔杆上看 但跟常规的看起来其实也是差不多应该这支笔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圆形在的就这种呃波浪纹就这种螺旋纹的话 到现在一时间想不起来是哪一支就以前有看过不少支而且是也是这么粗的但现在突然想想不起来 那如果是说喜欢这一支的一个呃那个堵落面就这种堵落面的那可以考虑考虑但是一定要把笔金给换了好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有什么我漏讲的麻烦帮我补充一下感谢这支呃这位观众推荐的一支笔那我们下次见拜拜